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同學 我們今天是我們這一個學期的 第七次的上課 那我們這個學期的安排 大致上都是兩個星期作為一個單元 一個主題的單元 然後我們第一個星期是 我們讀一點書上課介紹討論 第二週的時候 我們就是請為這方面的專家 來特別就他的研究 他的接觸經驗幫我們比較希望有 幫我們介紹 希望帶給大家一些比較具體 比較深刻的一些體會 那我們今天是 我們今天就是這個單元的第二個主題 那我們是很運氣的 找到了請到了夏琳明老師 實際上我在安排這一門課的時候 我剛好去台東 然後在飛機場碰到夏老師 然後一段時間沒有碰到 我就請問他最近在做什麼研究 他就說他現在有這樣子一個想法 跟他以前的方向就是有一些變化 那看他講的那個神采飛揚 是一個很引很吸引他的 我想能夠吸引一位這麼資深的 有歷練的老師 這個方向非常值得介紹給大家 那夏琳明老師我認識他是在台東大學的時候 他在台東大學的區域政策與發展研究所 教學多年然後三年前退休 為什麼他會退休 其實他是不希望被綁住 這就是他前面寫的獨立研究工作者 他這幾年跟他這個階段非常希望做到的事情 所以他做的研究是全台灣跑 他不是直接從台東過來 他也這次演講 他也不會直接回台東 那全台跟他關心的議題有很多 那他的方向也會跟全台跟不同地方 也都可能發生關聯 所以同學可以從自己的角度 自己的經驗 自己關注的議題來看看 跟夏老師現在在做的這個方向 有一些什麼關係 夏老師帶著一個 可能我們忽略的一個角度 叫社會創新 Social Innovation 這個角度到底是什麼 然後跟你自己所關注的議題 可不可以給你一些靈感 一些啟發 那夏老師除了是一個獨立研究工作者 他有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身分 而且我相信他這輩子不會退休的 他是東台灣研究會的召集人 其實這召集人是什麼很玄 我們叫做創辦人 有這麼一個東台灣研究會是由他所創辦 他個人所創辦的 那這個裡面包括圖書資料 包括一個空間放這些圖書資料 然後也讓有興趣做東台灣研究 研究的人可以在那邊使用 另外甚至於 現在還可以住嗎 一個晚上這樣子住嗎 有一個像民宿 然後讓同學剛開始做研究 還沒有太充分經費的人 非常的方便 所以到現在 甚至於這個東台灣研究 會一直在發展 當然辦期刊 有一個東台灣研究的一個刊物 還有一些除了這定期的期刊之外 還有一些比較像書的這種出版 那另外就是對於研究生 他有論文 主要是跟東台灣在他們有一個會 判斷之後 覺得跟東台灣的研究相關 會支持出版 那這是非常不容易 一個個人帶領的一個研究方向 而且持之以恆 是非常可觀的一個投入 那所以夏老師本人 實際上除了做研究 他也帶領研究趨勢研究方向 那另外當然就是說 他這麼多年累積下來 除了我們今天要介紹 Social Innovation 他的一個新的方向之外 他以前也累積了很多的研究 那今天是一個 他現在Social Innovation 是一個變化 我個人就非常非常期待 那我們歡迎夏老師 首先非常謝謝童老師的邀請 那這樣的一個構想 還有這樣的一些經驗材料 大概是快兩年做個案 慢慢整理出來 那時候希望有一個新的 新的研究議題展開 今天很高興在這邊 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我希望 我希望可以有多一點的時間 跟大家交流互動 我想大概用一個小時 把我的一些想法 或者一些進展跟大家分享 那接下來我希望 讓大家有多一點的時間 讓大家可以有一些討論跟交流 要談社會創新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脈絡 社會創新 它在一個脈絡裡面 才可以定位它 那我整個把它定位在台灣的東部 台灣的東部 台灣的東部 跟台灣西部不太一樣 所以它在社會經濟的發展 在各方面都不太一樣 所以有一個花東條例 特別的一個條例 就像離島建設條例一樣 然後誇了一筆經費400億 十年之內 要來補東部發展的不足 等等之類的 然後根據這個條例 就聯繫了一個叫做 花東永續發展 稱為計畫 它是一個花東發展的上位計畫 這個上位計畫等於是國家 對東部目前的現況的一個了解 那我覺得可以當作我們今天要談 花東部落發展很重要的一個脈絡 一個背景 那麼它怎麼說呢 它說東部地理環境特殊 颱風、遺震、古石油、巴拉巴拉 所以災害風險偏高 第二個環保跟經濟發展面移衝突 當年的蘇花糕 那是一場非常重要的環保戰役 最近的美麗灣 台東的美麗灣等等之類都是 第三個人口持續外流 還有高齡化 我想這個臺灣的鄉村都一樣 再來就是空間的特性非常長 可是人口的散布其實不多 花蓮台東人口加起來50多萬 比不上百橋市人口多內 可是散布在那麼廣的地方 所以它的那個公共設施的成本非常高 然後醫療的照顧不足 這幾次指的是 南花蓮跟台東 其實花蓮設施是很好 那我們今天要談的是這兩個 多元文化特色 為有效傳承跟發揚 這指的是族群文化 原住民族群生活條件 待改善 所以我想這個是國家認定的 一個東部發展的一些課題 想來高等人才 教育缺乏公共業術不足 缺乏整體規劃等等之類的 那怎麼辦呢 上面那個是診斷書 這個是處方 所以這個國家有一套辦法 想要來解決 非常抽象 非常抽象 但是至少說到幾點 什麼推動原住民特色產業 推動原住民教育 部落發展 照顧與協力 增進原住民 土地管理及合理運用 抽象 可能空洞的 可是確實它是必須解決的問題 那國家的策略是這樣的 那我們呢 我們在這樣的一個脈絡之下 接下來看東部的一個一個部落的發展 碰到什麼樣的狀況 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為什麼有些部落 有些部落找到一些自己的路 找到自己的方向 找到自己的發展模式 有些就是掛在那裡 我想今天要談這件事 那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驅動力 叫做社會創新 我想今天跟大家談這個議題 那要談社會創新 就必須先談一件事 那什麼是創新 什麼又是社會創新 為什麼社會創新可以 所以我們重新思考 部落發展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動力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動力 誒 創新這個概念歷史很悠久 那麼當年指的是工業 工業創新 任何東西你只要創新性 你就一定有機會獲取更大的利益 比如手機就是不用管理 你的杯子 然後這些全部都是 所以創新在以前 其實工業時代 講的是那個技術的創新 就是那一件事 那麼到知識經濟的時代 到這個服務業的時代 基本上是企業組織的創新 組織的創新 我想那個生產的創新 技術的創新 不用組織 組織的創新 所以你在組織的怎麼講 模式上面有一些新的轉變的話 它可能帶來新的動力 然後獲得巨大利潤 最好的例子就是網品集團 不管你喜不喜歡 它確實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組織創新的例子 它讓員工入伍 然後員工可以知道每家店的營收狀況 所以我今天在這家店 拼死拼活的 我可以得到更多的利潤 分紅或者說參與 這個就讓它的整個 每家店的運作 跟以前的那些不一樣 當然這個我們就不細談 在全球在地化的時代 談的是一個社會創新 那就是今天我們要談的重點 那個創新它還有一個社會性 社會的面向必須去思考 那麼為什麼社會創新 社會創新跟地方發展 我的專業是人文、地理 不是廣島是人類學 所以我比較在意的是地方 但是其實部落也是一個地方 或者說東部有很多的部落 我們必須了解 因為它跟整個區域的發展是相關的 所以我把它掛在一起來談 那麼地方發展 為什麼會跟社會創新可以相關呢 一個是治理的創新 我先用你們台北 貼用我的例子 然後不用指的有沒有歧視 當年那個公車專用道 它確實是一個很大的創新 可是在國外不是 在台灣是 在台北就是 當年是 現在就不是了 它確實是一個治理的創新 公共運輸治理的創新 都市交通運輸治理的創新 那地方民主的強化它很重要 社會創新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就是參與決策 那公共公車的運輸系統 是不是一個地方民主的強化 看來不是啦 他是一個專家 譬如專家聯名出來了 他有效的解決了一些問題 可是他的參與度並沒有很大 但是地方民主的強化 對於社會創新 或者對於地方發展是有很大很大的關係 或許我們現在用其他例子來說明 第三個是社會關係的一個再構 那我想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社會創新 社會創新它的相對性跟脈絡性 有些事情發生在東部它是創新 有些東西它在西部就不什麼 十年前是現在很普遍 所以有時候創新它有很明顯的相對性 那個叫做新的東西它是相對的 然後它必須在一個脈絡裡面 你才能夠確定它是性 不是所有出來的東西 它都必須 它都能夠被在地化 或者跟在地的脈絡扣在一起 扣不起來的就不是社會狀心 它沒有社會性 它跟社會的網絡接不起來 我做這個個案的一個調查的標題 標題叫做跟著以超越 就是跟著在地 超越在地 基本上就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好齁 那什麼是社會創新 我們說它是 它不是 那邊是 這邊不是 這個案例是 那個案例不是 怎麼看呢 我想我們要回憶三個 三個指標 三個疑問 一個帶來新的社會想像 指的是什麼呢 帶來新的社會想像 第二個呢 追求新的社會價值 新的社會價值 我想我們等一下可以用很多案例 來跟大家分享 第三個 建構新的社會關係 這是非常非常簡單 但是具體上面要確認 哪一個是哪一個不是 它就比想像的困難 比實際上去確認 我們台大有做社會創新的事情嗎 我不知道你是哪裡 從哪裡來的 新竹啦 苗栗啦 花蓮的啦 花蓮的啦 台東的啦 台東的 台東的 我是台東的救贏 等等之類的 第二個呢 很重要 我們做的一些個案 都可以發掘到幾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它的一些創新的手法 來面對社會議題 第一個指標是扁平化 非常扁平 那種垂直的 哇呦呦拍下來 那個非常階層嚴格的那種組織 對社會創新來講 基本上不是也不好 也很少被使用 基本上非常的平 非常的平 我們看到的部落 看到的社區 看到的各式各樣的組織 基本上都是一個扁平化的過程 第二個呢 就是更多的餐飲 第三個是模組化 什麼意思呢 這個Innovation 基本上不是那個Creation 它不是創造一個新的東西 不是 所有的創新的案例 都是舊的東西 它把它重組 都是原來的 原來的人 原來的東西重組 變成新的東西 所以呢 它不是一個全新的東西 那樣就不是我們的社會創新的一個概念 那我用一些案例來慢慢說好了 那先簡單介紹幾個例子 第一個是那個加納納 加納納 加納納農場 他是一個阿美族的部落 然後他們總和做農場的模式 那麼呢 他們最重要是改變他們人的關係 本來都是阿美族的部落的族人 然後都是林裡關係 但是因為他們用合作社的組織 重新去建構人的關係 所以他們變成一群在產業上面合夥的 合夥的一些股份 一些合作社的社員 所以這是改變了人的關係 這個音樂有這樣一個新的關係 跟一個當然還有一些新的目標 新的想像 所以呢 他們又繼續往前走 第二個是大王菜褲子 這也是一個很特別的例子 這個在大王菜褲子 在花蓮 那麼這樣的一個案例 可能在台灣的西部不太特別 在台灣中部 他是首創第一個 而且做得非常成功 他用消費端來決定生產端 他先找了台北天龍國 找了二三十戶 那個消費者 消費的家庭 然後有這些人他需要的菜 需要的什麼樣的菜 開始去找他在花蓮的生產官 他去找那些小農 而且這些小農必須有一些條件 他的耕作 他的什麼什麼必須有一些基本條件 所以他把菜配給他們 然後他們需要這個菜 去找這些小農 然後再把菜配給他們 做這件事 所以這個大王菜褲子 他是一個中介 他是一個中介 他也重新見過人的關係 然後非常貶低 一個大王菜褲子幾乎只有兩成 一個是主管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工作人員 那當然這邊是消費者 這邊是生產者 創造了一個新的產銷模式 好市集 好市集 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農夫市集 全台灣都有農夫市集 那這邊在東部來講 他就是一個社會創新 他非常在意生產端 他其實跟大王菜褲子不一樣 他是生產端的集結 當然大王菜褲子 基本上是消費官的集結 然後好市集結找了一些農夫 不同的農夫 然後一起固定的時間 然後擺攀 然後他創造一個怎麼講 消費者跟生產者 現地互動 變成朋友 認識的一個空間 的一個時間 然後慢慢確實 建立這樣的一個很好的關係 然後這個夏宇農莊是一個新竹 新竹科技資訊公司的一個主管 他決定棄資訊從農 他要入野去了 租了一塊地 開始當農夫 而且他真的成功了 很多人是失敗的 他成功了 他非常非常仔細 他真的是專業 專業到 他就是做秩序管理的 所以他非常清楚 他的每一筆錢 每一塊地 每一個時間 每一個勞動力 怎麼掛在一起 我再講 他腦袋一定有很好的一個回路系統 來把這些用來接得非常好 所以他成功了 他用他的那個秀米農法 種縫泥 那個楊桃 一些稻米 等等之類 就兩三樣 他就運軟起來了 他的禍功無應酬 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例子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成功 我們今天的重點是部落 部落 那麼花蓮台東有非常多的部落 那麼第一個呢 要跟大家分享 等一下會比較仔細談的 就是秦美部落 這是一個其實在部落裡面 算是比較偏僻的地方 而他們把這個區位當作他的優勢 而不是他的弱點 發展了一個自己發展的模式 他當然是很辛苦 時間比別人長 這個是很難堅持的一件事 第二個是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是法喜高 在桃園 桃園村 桃園 桃園 桃園村 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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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國小 那麼這個國小做了一些事 這些事變成一個非常非常特殊的一個案例 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 再來就是那個森林博物館 蘭山的森林博物館阿里曼 他為了趴他 擔心他那塊地被財團買走 他就帶款把那塊地買下來 然後開始發展這個東西 他是一個非常成功的生態理由模式 那拉拉園蘭的那個小米工房 跟獵人學校 他們把小米找回來 重新種植 然後跟他的文化 跟他的產業接得非常非常的精準 然後又辦著獵人學校 把這些文化的傳統慢慢抓回來 那這五個是我 我們這幾年去 努力去做這個 描述分析的一個個案 每個個案都是一個非常好的 社會上進的個案 可是每個個案的模式都不一樣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三個 怎樣才是七年 另外還有兩個 是比較不一樣的 一個是向陽木工 他其實也是一個部落 可是我們把它放在部落裡面 因為他確實是照亮社會的角落 他是一種社會企業的模式 去發展他的 那跟前面的那些部落發展 其實不全然一樣 那等一下也跟大家分享這個案例 再來又是虎衛屋 在花蓮的虎衛屋 他是一個陪伴 用陪伴系統輸入不一樣的模式 可是他跟人家不一樣 他又發展了一些企業 發展了一些二手四級 跟二手的一些 二手的一些手作的東西 他希望有一天 在一個五位屋可以靠這些東西 自己去運作 再來就是一個很有趣的就是 面對花東可以有一些生活 生活的新想像 生活的新想像 那怎麼樣在東部生活 或者東部可以有怎麼樣的一個生活 他其實帶來一個社會想像 他也創造了一些社會的一些 價值 但是也有人去做他 那我們找了三個例子 那麼第一個就是這個女人工作室 Foreen 那他在花蓮 那他基本上他對花蓮 對花蓮的城市 對花蓮的農村 對花蓮的這個部落 都有一些想法 都有一些去重聽觀察和認識的方法 然後他覺得建構一個花蓮的生活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方向 另外兩個是個人 或是台東的年輕輕人朋友 移民創業人 也在台東開了一家早餐店 這家早餐店對於材料 食材 對於一些東西非常非常的在意堅持 你說這台湖不是很多嗎 這台湖就是不多 他還堅持一件事 這件事倒不是每個這樣的店堅持的 他堅持他跟客戶的關係 他非常非常在意他跟客戶的關係 他今天營業他覺得好不好 是決定你 他今天跟客戶的互動好不好 不是他的營業額 他的早餐賣多少 那另外一個叫法彩時光 他現在是一家民宿 就是移到花蓮的一個人 做的一些事情 最後就是花蓮的黑草文教基金會 這也是帶來一個新的視野 新的社會想像跟一個怎麼講 一個行動的一個NGO 對花蓮來講帶來花蓮 重新跟海洋連接起來 這是一個非常開放性的一個案例 這些就是我們 我們等一下介紹的一個就是 齊美在這裡 齊美在這裡 這是台灣東部的壁服齊美在這裡 第二個鹽亭鄉的花喜糕在這裡 第三個呢 第三個是向陽木工坊在這裡 跟達人鄉這邊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齊美齊美 齊美是那個海岸山脈中間 秀布蘭西泛州 從山到海中間的一個村子 他就交風不變 區位不變 然後他大概是整個東部 最後有公路通達 最後有電化 最後有電 有水 到現在還沒有水 水嗎 非常簡易的自來水 這個地方齁 所以呢 他比其他的附落 區位更不方便 公益性更高 他變在 現在變成優點了 因為他公益性 所以他的年齡階層保存得非常好 年齡階層繼續運作 繼續人跟人的關係還在 但是人跟人的年齡關係還存著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現在看起來是啦 別的部落不見了 已經停掉 或者說根本就沒在運作了 但是他們一直在 那一樣齁 工作 幾乎沒什麼工作 除了你重點吧 做刷 不然的話就知道外出 大陸也是這樣齁 那發生了一件事情 那一個關鍵的人物叫吳明記 他改變了整個他原來的規劃 就是他發覺部落裡面很多年輕人 某一個年齡階層的 拉拉拉拉拉拉什麼 拉太大這樣子 拉拉拉拉拉什麼的 一群人通通被騙 被詐騙幾盤騙了 所以就欠了很多錢 所以他發覺這件事情 比想像的嚴重 原來年齡階層 在這件事情上是壞的 因為他一個拉一個 就拉不去了 像老鼠一樣被詐騙了 所以他就要阻擋這件事 阻擋這件事以後呢 他就發覺了 這個部落必須要有新的 新的目標 新的方向 否則的話呢 會救了這一個 救不了下一個 所以他開始思考 如何讓部落有機會 重新站起來 我想故事很長 跑了十年 那我們只是比較重要的說一下 第一個階段 就是我們一起來做些事吧 做什麼事呢 做什麼事有時候要挑 也不見得剛好有機會 然後我們就來到了一個機會 協力造物 我們部落一起來蓋一個 我們自己的傳統部落 一起蓋 一起蓋 當然呢 這件事發生了一個很重要的 錢從哪裡來 確實是找到一些錢 包括政府的錢 包括企業的錢 但是總而言之 錢從哪裡來 是要解決 但是重點是 是我們要蓋的 不是政府的計畫 不是要執行政府的計畫 我們看到中部很多的部落 有的跑得很好 跑得很順 有的出狀況 有的後來掛在那裡 有的甚至一塌糊塗的 是因為呢 到底做這件事 是因為政府的計畫 還是我們自己要做的事 好那青門部落 非常非常在意一件事 這是不是我們要做的事 這是我們要做的事 政府的計畫 我們同意 我們接受 我們用政府的錢 契約軍法 我們用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就不用 不是因為政府有這個計畫 我們要做這件事 政府有一個計畫 我們做這件事 我想青門部落 同好非常清楚 在這件事情上 所以這個他們就跟政府有關係 那第二個 更明顯的是這個 齊美文物館 他蓋了一個文物館 就空在那裡 空房子 就是文字館 他們就找了錢 把它慢慢慢慢 把它做起來 所以這個是他們要做的事 可是錢是從政府來的 政府不同的部門 例如明慧 不同的部門找來錢 去做的 那這個也就 因為一起做一些事 開始產生一些 凝聚力 產生一些認同感 產生一些方向感 產生一個部落 有在動的感覺 這是一個說不出來 但是它有作用的一個力量 再來呢 總是要創造一些部落的產業 那這個錢人部落做的方式 也跟別人不一樣 確實是努力在找 有一些我們做的文創產業 跟大家也一樣 有一些什麼 花包啦 籃子啦 一些什麼 辣椒包啦 等等之類 各式各樣的 然後推動有機 推動那個 可是呢總是要一個 突破性的東西 找到了 花了好幾年 慢慢摸慢慢摸 終於找到了 叫做文化泛舟 文化泛舟 你知道秀布蘭西的泛舟 是台灣最早的 而且最有名的 所以大家就趴下去 然後到大港口 出來上來對不對 可是呢 這個中間經過一個泛舟 這個泛舟 就跟這個泛舟沒有關係 叫做奇美 所以呢一堆一堆的遊客經過 就跟奇美沒關係 從來沒有關係 他們後來發覺到 為什麼我們 突然做一個 我們的文化的泛舟 我們還是用這樣的泛舟 可是呢它中間會停 中間會有活動 中間會有跟傳統的 西流的 魚蝦的 各式各樣的知識 還有這些 東西怎麼吃 怎麼用 怎麼補的 一些方法 接在一起 所以他們開始對話 這個文化泛舟的 流程 文化泛舟的 一些可以操作的 然後跟文化 跟故事 可以接起來的一些環節 你現在聽起來 好像很多部落都做過 類似的事對不對 可是呢 要做成它 還真是不容易 因為你要 你要拿到執照 你要有合格的救生員 然後你要這樣 你要那樣 然後這些人 這些遊客裡面 安排得好 一步一步來 之後到了村子裡面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花了很長的時間 幾乎花了三年 來準備這件事 文化泛舟 是一個 他們也是一個突破點 至於其他的部分 一般講 我們全台灣都看得到 全台灣每個部落都在做 部落深度旅遊 都在推有機農業 在發展文化創意產業 其中有機農業在這個 在這個啟美發展的火部理想 火部理想 因為他們的 怎麼講 目前主要我們跟的老農吧 其實是那個台灣現代化農業 那個時候的一個基礎 所以他們覺得用機器 用燈藥用肥料都是理所當然的 不用我怎麼種呢 所以這個部門溝通 其實蠻辛苦的 但是文化泛舟這件事 導致很快醒的 部落的一個任何跟整合 然後推出來以後 大為成功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立刻有發生事 因為那個效果看得到 所以呢 那些原來秀布蘭西的泛舟公司 就早上請人部落 我們來合作 我們來合作 我給你客人 按照我們操作 我們一天10台 然後我們怎麼算 欸 好不好 欸 好啦 所以當他們第一年 辦文化泛舟的時候 那個泛舟公司看到這個商機 就立刻來了 就立刻找他們了 那他們呢 趕快討論討論 決定不要 我們自己辦 我們一天可以有兩台 兩輛就兩輛 我們不要10輛 沒關係 我們就兩輛 好 這個這個泛舟公司 我們有點不要吧 欸 泛舟公司出第二招了 那怎麼樣呢 挖腳 挖腳 欸 這個其美聘你多少錢啊 欸 三萬對不對 六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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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 來啦 你先幫我做 六萬 六萬 真的咧 就是泛舟公司立刻挖腳 因為喔 但這個文化泛舟 這就必須是原住民的青年對不對 然後總而言之就是 所以他就直接在部落裡面 挖那些挖腳 沒挖成 因為一個都沒有 三萬變六萬還是沒有人去 因為這個就涉及到 部落的一個認同感 所以他不是錢給一個換過來的 所以這個沒有成 但是我覺得喔 泛舟公司早晚會找到第三種模式 他就從別的地方 別的地方找部落青年 然後就組了 來來來來跟他們競爭 我猜啦 這件事情會發生 目前還沒有啦 好了 那這樣的一個案例 我們看到什麼呢 第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呢 那個年齡階層喔 對他來講太重要了 他是靠年齡階層 現有的社會組織來運作的 所以這個組織存在 對他們來講非常好用 那以前年齡階層就是傳統的一些事物 或者傳統的一些時間點 這些年齡階層開始運作 而現在不是的 日常生活 特別是產業裡面 也把這個結在一起 這個是非常特別非常重要 我說他是社會創新 我們可以認為他是社會創新 是因為他有一個社會性 參與性分配性 還有一個創新性這些 所以這個第二個呢 他的一個特徵是 他就是原來的東西 本來河雲在那裡 本來泛舟也在那裡 本來他們釣給他們吃的東西 沒有一個東西是新的 全部是舊的 全部是現場 原來都有發生過的事 他把它重新組裝 重新給一個新的模組畫 這些人不要從何辦到底 然後原來泛舟大概三個小時 他們也是三個小時 我畫一半 後面不去了 就在這裡面加一些活動 加一些故事 加一些吃的品味的一些餐飲 就整個重新模組化 他就變成一個新的東西 所以他原來不利的趣味 變成他有利的趣味 他能夠成功我想有幾點 第一個他非常在意部落的整體性 所以部落的和諧整體共識是非常重要 所以他們慢就是慢 因為很多事情要取得大家的共識 當有人有意見 有人不贊成的時候 他們就停住 就停住了 那對於這個現代企業來講 我管理了 我就往前衝了 或者我是負責 我是董事長 我就點進去算了 他們不會是這樣 那第二個 他們對外部的資源 外部的怎麼講 支柱吧 或者外部的可能的機會 他們會認真思考 那是不是我副論要的 這一點非常重要 當然他們有一個非常關鍵的人物 叫母銀記 你可以度過看看 他最近在片子上面也做了一個演講 非常的精彩 那這一個人銜接 銜接部落內部跟外部 他其實是漢人 他嫁到齊美 當齊美的媳婦 他做了兩邊非常重要的 溝通的一個橋樑 第二個印象是 就是在桃園國小發生的事 那麼關鍵人物叫鄭漢文校長 他們這個校長很有趣 他改變了對原住民教育的一些理解方式 然後再來一套操作的方法 我們傳統對部落裡面的教育 大致上都是一個非常非常刻板的一些描述 男性家庭 人口外移 學校裡面就是老師流動率高 然後文化刺激不良 教學設備不足 對啊 怎麼言之呢 就就是這樣子 然後鄭漢文校長覺得 學校裡面 教室裡面一個小學 一個原住民部落的小學裡面 教室裡面所有的事情 我們如果當作它是一個問題 我們投再多的錢 投再多的人力 他都沒效的 或者他效果很低的 如果這些小朋友的家庭 所在的這個部落本身沒有發展性 學校裡面解決不了這些問題了 所以要一起來 所以他非常重要的一個想法 就是部落要跟學校一起發展 學校的教育問題才有解決 不然的話沒有用 花再多的錢 再多的力量 通通解決不了 而且他認為社區啊 走出這個小學啊 桃漢文校外面的所有的村子裡面 所有的東西都是學校的資產 他跟學校是劃在一起的 但是在我們以前裡面 學校歸學校 學校是辦教育的地方 部落歸部落是社會的 所以那條牆是很清楚的 可是鄭校長就覺得不是 完全不是 這是他的非常關鍵的想法 而且他在這個想法之下開始行動 這個就是最標準的模組化喔 他先辦實工法 實工法就是跟吃有關的 跟飲食跟農作有關的 跟一個小學校長去弄這個好奇怪喔 你可以解釋啊 然後營養午餐可以有就地取材啊 用在地的食材縮短熟食物 以成巴拉巴拉 所有一堆都可以操作 然後為什麼這個東西跟學校有關 因為這些食工法啊 種玉米的喔 種無毒的有機的玉米 種那些鳳梨的 還有那些 這些通通是 通通是學生的家長 學生的家長在他田裡 種東西啦 有機會了 有生產力了 有價值了 有尊嚴了 他的小孩子在學校就會變好 就有發展性 這個太簡單的邏輯吧 確實就是這樣操作 事實上就發生作用了 這是一個實工法 所以你很難想像喔 我帶了朋友到桃園國小找 找一個國小的校長 那個國小的校長 居然把我帶到田裡面去 看那個玉米長怎麼樣 欸 你是國小校長呢 你管那個校外的玉米幹嘛 欸 他做了飯店 欸 真的是耶 沒關係呢 那個種玉米的 是他學生的家長 所以怎麼樣怎麼樣 確實有關係喔 第二個是這個喔 這個也是非常有趣的 是叫做書工法 書就是書寫喔 他把部落裡面的老的 請到校長寺來 請來 姆姆啦 姨娜啊 請過來 就在那裡 他把那個中間的 中間的 中年人也請來 這些人兩邊也比較通 然後他把年輕的人請來 請來幹嘛呢 他也開始說 我們來編布農與詞典 一個一個一個字 一個一個條文 邊邊邊邊邊邊 然後你老的人講 我們這個叫做什麼什麼什麼的 這個書叫什麼什麼什麼 他有什麼用嗎 怎樣怎樣怎樣 哪一個叫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中間的人幫忙翻譯 年輕人幫忙整理紀錄 半年以後 編了一本 編了一本 布農與詞典 有了第一本 還有第二本 第二本還有第三本 這幹嘛呢 這跟這個有什麼關係呢 你要知道 當校長寺裡面 坐了很多老的 中的、輕的 那個小朋友啊 有一天走過校長寺 他怎麼看到他的阿公 那布農在校長寺裡面 然後好像變得很重要的人物喔 因為校長對著他畢恭畢敬 然後他還在講 講一些什麼東西 然後旁邊有人在記錄 那布農絕對是一個重要人物 從此拿回家以後呢 他開始對他的阿公 那個整個看法不一樣了 然後阿公走出他的校長寺 回到家裡 整個人也感覺不一樣了 他覺得他還滿重要的 那樣 這個是很難想像的一種 看不到的一種價值感喔 義工吧 什麼烏克麗麗啦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 風情啊什麼之類的喔 總而言之 以前就沒錢 那廠商或者說 戲院願意堅住 OK 好我們就買 買來給小朋友用 練喔 這是義工法 那你要知道 在這種地方喔 不會有才藝班 也不會有安心班 而且孩子還是要有機會 玩這些東西吧 所以就做飯了這一位 大比想像的簡單 施工法呢 就是村子裡所有的人 都可以當老師 不是那個什麼 原住民族語什麼 認證及格的那些人喔 才能夠進進教室裡面當老師 不是 不是喔 就是不是的 所以他認為村子裡的每個人 都可以當做老師 在學校裡面 在學校裡面 讓這個 學校的更多的資源 可以被用到 當然喔 確定喔 確實喔 也有一些事情 比如說 我們都把它當負面喔 這些震撼的教長 把不見得這樣想喔 他說 隔代教養有什麼不好啊 隔代教養好到不行啊 欸校長你在說什麼 隔代教養超好的 怎麼會呢 隔代教養呢 語言都不通 你不知道嗎 隔代教養才有機會 學啊 練啊 講啊那些話 聽啊 為什麼隔代教養 把當作不好的事呢 為什麼不把隔代教養 當作好的事呢 為什麼擔心家庭 就是有問題的呢 為什麼要這樣想呢 這難道是一種 不是另外一種歧視嗎 所以他從來不覺得 隔代教養不好 他把它當作一些好事 然後確實也變成一件好事啦 變成一件好事 但是家庭從來不是問題 但是我們必須說 部落裡面還有一些家庭啊 其實小孩沒人照顧的 沒人就是沒人 隔代教養的那個 那個阿公阿嬤 覺得說真的是有痛快的 就是沒人照顧 所以呢 學校還是要設一些月光貼紙 陪伴的書 這樣的小小的單位 可是這個正校長非常有趣 他不要變成集中在一起 開一個教室晚餐大家來 然後有公餐 有什麼大學的什麼同學 他不要 他通通不要 他通通不要 他就安排幾個家庭 他就在村子裡安排幾個家庭 你們這個沒有人就去他家 沒有人就去他家 他也不公餐 你們就跟他們一起吃 你們就跟他們一起吃 他用這種方式來解決這件事 那如果確實有一些需要 課業的輔導人那邊很空的 就去那邊 他不要在學校裡 他也不要 因為喔 因為花東有一些狀況是喔 那樣的書屋變成機構化了 機構化了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那個社區裡面 因為知道這個書屋會公餐 會公餐 所以呢 到五點半的時候 那小朋友說 去吃飯啦 去吃飯啦 等於是叫小孩子喔 叫自己家裡的小孩子 不要在家裡吃飯 去那個書屋吃飯 因為那邊有公餐 變成這樣子 所以這樣我一下子 覺得這不對 這也不好 因為這基本上 剝奪了家庭的功能 吃飯是要一起吃的 那當你沒辦法的時候 我才提供一個協助 它不是變成一個制度 所以他認為這個不好 好 時間的關係喔 目前我們就來有一些 簡單說一下喔 他們也辦部落體驗 這個部落的體驗 跟那個其他的 其實是很不一樣喔 他們把這些建宗 去到部落的這些 建宗同學打上 然後跟他們的部落 一組一組混在一起玩 然後住到不同的家裡去 所以其實基本上 他們不要那個什麼 山地、青年、服務隊 那樣的東西啦 然後一批大專的同學 就來這邊做客服啦 做這個什麼代東燦啊 做什麼醫療的服務啦 他們其實是很討厭的 非常討厭的 不是 你要是把我們當朋友 我們就來這邊做朋友 我們變成朋友 當你離開以後 你還會跟我們連 我們這樣的活動才要 才會成功 所以沒有錯 那些建宗同學離開以後 還邀了一些部落的小朋友 來台北玩啦 人道我招待你啦 他們真的是變朋友的喔 所以你們以後不要去參加什麼 大專青年 大學生什麼青年 什麼暑假 什麼工作假期 我跟你講喔 確實有些部落非常的幹 非常的幹 這些大學生來這邊 什麼功課都沒有做 拽得要死 就有其事喔 好啦 那巴西教的什麼創新性呢 他把那個小小的工作坊當作喔 學校跟 我們要把學校跟部落連連起來 你要想到辦法 可以想到每一屆啊 他去辦很多工作坊 他用當地人 那些義工坊啊 不克地利 他從來不要 他拒絕喔 這個學校拒絕喔 任何人介紹外面的老師給他 即使是義工他也不要 志工他也不要 他通通不要 他只用學校裡面的 部落裡面的人 你能教英文你就來 你能彈乾淨就來 你能幹嘛 通通可以 通通可以 反正外面來啊 都一概不要 而且部落的 要用部落的資源 部落沒有資源 他寧可不用 他寧可不要 發展這一項 所以他把工坊 當作部落跟學校 非常重要的媒介 第二個呢 他創造一個新的社會價值 整個部落再站起來 再發展 他還覺得自己有一個新的 新的機會 新的價值感 是跟學校有關係的 所以其實很少看到 學校 台灣的學校都有明顯的風力性 學校裡面都會來 完全不同的世界 大部分的學校的老師 校長也不需要外面的 我進學校裡面來 特別對家長 你知道現在小學老師 對家長不是很感冒的 因為家長 意見太多 管太多了 可是這個地方 完全沒這個問題 完全沒這個問題 所以學校變成社區 所以在中性化非常重要的樞紐 那麼他們最 超過成功 所以他的模組化 那個工坊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模式 他完全不要花什麼錢的 非常少 都是信用的東西 就一點點錢而已 就可以開始運作了 再來講 在大五 有一些這樣的一個村子 叫做多良 其實多良是車站的名稱 那個村子叫做霜馬 他是一個非常強的村子 那他的一個怎麼樣 黑箱的地形 非常的標準 就是一個怎麼樣 完全沒有工作機會 除了你種種田以外 連種田都不太理想 然後有一個被調的小學 有一個人口大量外流 然後爸爸共渣以後 到處都是漂流木 他實在是完全沒有什麼新的機會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居然發展出這樣一個特別的模式 有一位清大的教授 這個叫做多森泰的 然後他被東部委長行做一些調查 他就知道了這件事 然後就介入就參與 然後他自己有個基金會 然後他又找了一個企業 然後找了一筆錢來協助 這個部落 看看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什麼好的方向跟方式 做災後的重建 那就必須摸索 那唯一有的資源 就是滿地滿山的漂流木 可是要幹嘛呢 所以這是一個 第二個呢 找來一個人 因為我們想要做木 就是做木 木 而且是要手做的木 找來這一個 來等一下 我們說 這個是風東高風 非常重要的一個校長 王校長 他的專業也是木工 他的木工會長好 然後找來一個特別的人 這一位 這也是花蓮 台東的人 他本來在 生俊嘛 生俊的台商工廠 當廠商 管理這個工廠 所以他對工廠的電作 非常的熟悉 偶然的機會呢 接觸到這個個案 然後他們問他有沒有興趣 可以回來服務 他覺得動念了 他覺得 他在那邊工作 過去還願意回來 試試看 薪水剩一半都不到 沒關係 他就回來了 就回來了 所以這樣的一個人 也非常重要 那他們呢 就是用木 木頭木工 然後把村子園找來 然後把師傅請來 然後把貝西一線一線買來 然後開始發展木作 開始發展木作 那他其實發展了五年左右 那本來是一個救濟的 反正你只要來上工 我就給你錢 你只要來上班 我就給你錢 好像是一個勞動的 失業人口的補貼吧 從開始這樣的一種救濟的 到後來完全不是 而且越來越 越發展得越好 第一個呢 這個木作 開始要專業化 所以你來上工 你就必須上工 我會盯著你 我會有師傅教你 你就必須認真上工 不行的話我控款 我甚至於退班 不讓你來了 所以這個造成一些紛爭 但是非常堅持 總而言之 我們就是要靠這個活下去 我們就先靠你 所以呢 他對木作的專業 要求非常高 所以第一年做出來的東西 天啊 我看到了以後我也覺得 你通通送我 我也不曉得送誰 真的是做拍誰 好像小孩子做的東西吧 怎麼能看呢 是啊 可是第二年第三年 喔 再回來不一樣了 訂單開始來了 訂單開始來 到後來供不應求 而且訂單還跑到日本 從日本來的訂單 供不應求 專業度拉出來了 沒問題 第二個管理也上軌道了 真的是上工 你就是上工 你有出狀況 我就扣你的錢 就扣你的錢 總而言之 就是慢慢建立那個工作 工作的價值 然後這些部落的這些人 確實 花了很痛苦的一個過程 慢慢適應他必須去上工 然後他還在部落裡面 找到他作為一個家長 作為一個男人 的一個尊嚴 這確實是一段路程 還是有人適應不了 確實還是有人 就是不行 抽菸不行啊 抽菸要後錢 這很多人講的就是哭不堪言 然後有些人就是不行啊 後來發展幾個模式 好 那你如果不行的話 可是你的技術夠啊 你東西夠好啊 我們絕對可以把你銷出去 可是你來上工 就會影響別人 那這樣好了 你回家做 你回家做 我給你打契約 我給你包 你在家做 你不要來工廠做 你有需要用到工具的時候 你來 不然你再家做 我給你包 你給我一個月給多少東西 那我給你訂多少東西 我們用契作的方式 就是契約的方式 所以他有這樣的一個 制度發展出來 就是有一些人 在工廠就是適應不良 那麼他有幾個 比較我們可以清楚 指認了社會創新的價值 一個就是工作 工作在工作裡面 是一個社會價值 是被看到 是找到自己尊嚴 最重要的一個方式 第二個他就是要追求專業 所以他們也找來了會計 很仔細的算 很仔細的算 我們的原料多少 我們的管理費多少 我們銷出去的東西有多少 反正一筆一筆算 他們要財務制度 他們需要在三年之內 達到隨意平衡的一個標準 到目前還沒有 到目前他們確實需要一些 企業的贊助 才能夠繼續運轉 但是呢 他們有這樣的一個目標 所以他整個管理後 就把當作工廠再運轉 分包就是剛才講的 他堅固的人 確實有一些人 他的怎麼講 他的手做吧 產品是夠優的 可是他的個人的生產的一個模式 跟工廠就很難搭配了 所以用其他方式 所以他也會照顧到不同的可能 或者不同的這個部落的一些 有需要嗎 我們再回到一個密使 整個東部 我不知道你們這東部的名解是怎樣 東部有一些論述 這個論述呢 基本上他是慢慢疊起來的 這套論述就像一個知識 文化層一層一層疊上去的 最早的一層叫做 套刷 他必須用閩南一來念套刷 一到一來套刷子 套刷就是一個扁的意思 覆念的意思 走路的落後的蠻藩的 有很多的 現在叫原住民的 以前那個字的那些人 等等之類的 我30年前移民台東服務的時候 我的丈母岳母大人 台南人跟我講 你要去套刷 想過三當就刷了 我講的好自然喔 好自然喔 想過三當就刷了 你知道那什麼意思嗎 好清楚 所以套刷這個字是西部的 漢人中心的 看那個 看那個我們花蓮台東的那個 那個那個 那種病理上的一種歧視啊 對啊 這是第一層 最最低的那一層 第二層是日本 日本統治台灣就不用好刷 他要把東部跟西部區區格出來 他要特別發展東部 把日本人移過來 把日本的資本家移過來 他要把東部變成日本人的東部 跟西部漢人的世界不一樣 所以這是他的內地化中台的一道政策 那詩天吳教授用的一個名詞 叫第二台灣 他說台灣有三個 一個是西部的台灣 另外呢 東部的台灣叫做第二台灣 第三台灣就是那個三地 就是以前的飯地 三地 或是三地行政區 這樣的一個地方 他說這三個台灣完全不一樣 那戰後呢 其實台灣東部大量 快速被邊緣化 是一個戰後都市化工業化的結果 所以台灣的東部跟不上 沒接上 他就變成邊緣化了 所以呢 他變成一個內部的依賴 一個依賴 一個財政上的依賴 一個經濟上的依賴 一個生產業上面的依賴 還有一個心理上的依賴 心理上的依賴 到現在還在 東部不行的時候 就是找國家 這個是一個依賴 依賴的行徑 那到20年前 開始發展一套論書 叫永去花東 那希望東部能夠有好山好水 變成台灣非常最後的一塊淨土 每次天龍國的朋友來到我們台東說 哇你們這邊好山好水喔 我們在地人一定會加一句好無聊 是嗎 所以這個是 永續花東其實是比較是 整個台灣 國土規劃的架構裡面看的 不全然是東部人自己要的 大部分東部人自己要 花蓮台東人要的是西部化 西部有的我們也要有 但是最近慢慢接受了 永續花東 台灣其實東部是特別的 這樣的一個定位 最後一個叫做自主創新論 這個還在發展 動物為什麼會是基金這樣呢 是因為動物自己的動力不夠 自主性不夠 所以呢 動物沒有創新 沒有創新性 沒有自主性 所以動物就沒辦法走出一條路 走出自己的一個想要的 發展的一個路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個論述 好了最後跟各位分析一下 那社會創新跟整個區域發展 跟整個部落的發展 這是什麼關係呢 大概幾個怎麼講 觀點吧 一個是環境論 東部發展的不好 都是環境有災害 地震有颱風 土石流平地又少 總之呢 就是千錯萬錯都是環境的錯 第二個是區位論 東部不好就是對外交通不便 遇到一個颱風就斷掉了 路就斷掉了 公共會怎麼來呢 農產品怎麼出去呢 怎麼回事都是不好 今天普尤馬難得通車 一票難求 反正總而言之都是區位 就是對外交通不便 第三個是國家支配論 東部會是今天這樣 千錯萬錯都是國家的錯 國家都不照顧東部 啟示東部 我們是二等國民 巴拉巴拉反正 通通是國家的錯 所有的問題都要找國家 這個是一個解釋的幾個觀點 那麼我們在看社會創新 包括部落也一樣 社會創新那是什麼呢 為什麼社會創新只是被了解 然後它跟整個花東 跟部落未來的發展會有關係呢 還是它是一個其實是一個新的結構 那麼社會創新 基本上我們把它當作一個過程 它是一個過程 它是一個社會過程 所以社會創新沒有說清楚要創什麼 它就是要 它是要在原來的脈絡裡面 去發展一些新的可能性 新的方向 新的模式 所以它本身是一個社會過程 好 那我想時間關係 先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們也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些互動交流 或者是提問 讓我們可以不斷創新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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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夏老師在台東剛剛他自己說 30年的時間 那他講的這個例子裡面 尤其是桃園國小的例子 把他洗到這個地方 一個不同族的部落 那剛好以前我在台東大學南導所的時候 也有學生是這個部落來的 所以有機會參加他們的部落的一些事情 那剛剛夏老師講的 巴西高現在的發展 是我2008年在那個時候還沒有看到的 他這邊有一個關鍵人物 夏老師剛剛已經提到的 鄭翰文校長 鄭翰文校長 之前我在桃園大學的時候 我們辦過一個研討會 到南宇去辦 大概那時候我們工作人員 整個從台東過去大概40幾個人 加上在地等70幾個人的研討會 蘭嶼的人就說 在蘭嶼沒有辦過這麼大規模的一個研討會 大家都覺得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我們在研討會大家都知道 研討會的入場 入口通常就會放一些簽名的地方 就是報到處 我們的報到處是有放宜蘭的檳榔 還有那個老藤 那就是希望大家都很自在 誰都可以走進來 我們那個研討會的開幕 是請鄭翰文校長主持的 那他那個內長 因為那時候我還不認識他 是我們一位老師介紹說 由他主持最合適 所以那一場一開始的時候 是有兩位老人家 一男一女 就穿著這傳統服飾 盛裝正式打扮 然後就說了一些祈福的話 然後講了一些故事 很重要的故事 那之後這個校長就幫忙 介紹在場的幾位地方上 我們應該認識的人物 所以對我而言 那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經驗 那鄭校長為什麼他可以做這個 也是因為他在蘭嶼當過有十年嗎 還是滿長七八年以上嗎 他當國小校長 他那邊的時間非常長 之後他是到了星星嗎 是星星嗎 到了星星國也有很多人 星星國他做了一些特別的事情 剛剛夏老師跟我說 他那時候重視的是一個空間的改善 然後就是怎麼樣把文化的 異想帶進這個空間裡面 那當時我對那個學校的認識 對鄭校長的工作的認識說 他帶出來了 他辦了木工法跟布工法 就跟他在桃園國小講得非常的像 做法非常的像 他要社區跟學校可以結合起來 學生要發展得好 家長要過得好 所以然後到現在他調到桃園國小 他說哪裡 就是他哪裡都可以做事 看哪裡需要他的做事 那他就現在在桃園國小 那像老師剛剛說看到他更成熟 因為我知道他這樣的一個做法 超過十年以上 那這麼多例子下來 他的他自己有怎麼樣一些 反省或他有怎麼樣改善 他做法有什麼不同 那從夏老師側面觀察 要不幫我們再補充一下 然後我只問這個問題 其他就要各位來問了 好 謝謝桃老師 那我想我就先用這個問題來跟大家互動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些很不清楚的 好希望重複著你看到某些例子想要討論都OK 要講我們沒有什麼標準答案 正確答案 我想鄭校長他個人例子 我們可以同時回應你的部分 一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這些創新的個案 似乎都有一個關鍵人物 那這個關鍵人物拿掉了以後 他還在不在 那個模式還可以被運轉 他會被垮掉 就桃園國小或者這個巴西包 這個部落來講 正確答案離開了 他會垮掉 會不會這樣呢 那明白講 有可能 那個前面部落 無明信離開了 會不會呢 有可能 那個向陽木工坊 那一位經理 那個孫瑞 他離開了 會不會呢 有可能 那我想部落本身 當事人本身都意識到這一點 問過無明信本人 那想請教你 如果你不在來以後 請你部落還可以運轉嗎 他說他的目標 就是有一天他不在的時候 確認部落可以運轉 這是他的目標 這是大家的目標 所以他覺得我們朝這個目標走 他沒有答案 就是這樣 我想曾校長也是這樣 第二個想說就是說 我跟曾校長認識很久 所以我也比較清楚他的整個發展 他個人的一個成長 他原來是做生態的 做生態的 然後後來當校長以後 他覺得校長應該有責任 跟社區 學校跟社區 應該有一個連結跟互動 所以他到來以朗島國小的時候 他就開始做這件事 可是他一開始的 其實是在摸索 不曉得怎麼做 所以他一開始 確實是以 在南岡國小設一個展場這樣的一個方向 然後開始對事在摸索 然後到了那個台灣族的那個新興國小 開馬里旁邊的那個新興國小的時候 他找到一些可以朝著的方式 他叫夢空房、布空房等等之類的 然後他把學校跟社區 接起來是把社區的人找來 在牆面上、在水溝邊 來做一些生態的東西 做一些台灣圖像的東西 把文化的圖像放到學校的空間裡面 可是很有趣的人是 他到桃園國小以後 他完全不做這個 學校原來是什麼樣子 就是什麼樣子 他完全不動 動都不動 完全沒有被動 就是那個樣子 他覺得或許他這個時候 我們沒有問他 他這個時候開始覺得人更重要 要把重點放在人的身上 一個部落人站起來了 能往前走了 能有一個目標、一個方向 這個村落才有希望 所以我覺得我個人的理解 而且我覺得應該是 他把所有的力氣放在人的身上 跟部落一起生活的人 他覺得這些人才是部落的未來 所以他願意放他 他所用的 他現在所用的所有的住民 就講住民 工作夥伴 他全部找部落的人 外面介紹的他 應該不要 包括住民、工作夥伴 都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他很在意這件事 他寧可沒有的人 他也不用隨便用 他已經用到部落的人也親了 然後就有一些人一起走 我想這個是很自然 所以我想每個部落二他堅持人面 那個堅持人面 如果撐住了他就可以 受過很多困難 移入於往前走 那其實很多系列都去找 所以他們的校長 他們願意提供經費、提供資助 可是他非常謹慎 包括一個非常有名的 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的基金會 都願意資助 可是他非常非常謹慎的使用這些錢 所以我覺得對他來講 當這些經費不在的時候 必須還能夠自己運轉 那才是自己的東西 我想這個是他很清楚的一件事 我想就先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好不好 再來是不是 同學 看你為什麼對於剛才的內容 有什麼問題 或者你要從你所熟悉的關注的議題 來試著來連結看看 你們覺得怎樣 那個會不會覺得 謝老師講到這個太樂觀了 有這麼容易嗎 然後社會創新提供了什麼 因為如果我們回到一個大的構想社會創新 那社會創新是相對於 對於發展主義嗎 提供一條不一樣的路 那因為我剛剛這樣 當然基於時間 恰好介紹的比較簡單 惡藥 那特別是以向陽工坊來看 他實際上非常像市場經濟的一條路 那分包也不見得是真的是好事 分包其實我心裡在想說 那他的有沒有勞健保 這些人有沒有年資計算 沒有的話其實是另外一種形式 我們講表他肉骨一點 是一種剝削 因為他要他成品 可是不要為這個勞動力的再生產付出 會有這種話 因為我們知道分包是市場 是資本家老闆要節約人事成本的 其實是比較彈性的一個作法 所以社會創新要對抗資本主義 或者對抗發展主義 因為好多不同的情況 不知道這個這樣子的做法 有沒有 有沒有像向陽看起來比較 好像比較難講 那當然有很多是比較清楚的 真的他比較有社會企業的一個味道 不知道夏老師怎麼講 社會創新這個名詞 或者是概念是我們在用的 對於這些個案裡面的人 他們沒有想這件事 他們也不會用這個名詞 他們腦袋想的是 我們碰到現在的狀況 我要怎麼去解決它 去突破它 去克服它 然後碰到一些沒有想到的狀況進來的時候 他怎麼去面對它 舉個例子來講 那個黑潮文教基金會 黑潮文教基金會他們找了賞金 賞金不是 他們找了漁船 找了漁船去發展那個賞金業 然後成功了以後 哇 聲音越來越好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跟那個文化泛舟一樣 有賞金公司想要把黑潮買下來 把它整個買下來 因為他們有全台灣最好的 那個 怎麼講 金盒的調查資料 金盒的影片 反正所有的東西通通在他們手裡 所以確實有人想跟他們合作 我幫你買下來 他就變成一個公司的一部分 他們想的辦 拒絕掉了 那其實政府拿了很多錢來 請黑潮幫忙做這個 幫忙做那個 他們也會選擇性的 所以其實到今天 黑潮的財務狀況是非常糟糕的 你來講 可是他們覺得他們不是社會企業 他們也並沒有要損疫苗 他們就是一個人集歐 所以才有一頓梅一頓梅就是他們的樣子 所以我想這件事情 我們也講社會創新 孟老師提到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找到的是成功的案例 掛掉了更多 掛掉了更多 很多部落 哇 瘋狂一陣子就整個掛掉了 花蓮光復香某某部落 哇 卻是這樣 我也不指名道姓 十年前超風光的 他快變成一個明星的部落吧 哇 一個人過來看 忽然有一天 啪啦 就停掉了 這個社會發生 我們也絕對相信 這裡面的個案會有花掉 會有 我們最近跳的都是 時間上比較長的 然後已經做出一個刑了 然後我們確定 他至少在短期之內 可以繼續運轉的 我們把他放進來 做討論會分心 可是不保證他不會停掉 這個是有可能的 我想說先回應這樣的一件事 聽人的聲音 太激動了 有些部分我們確實不太熟悉 第一個法令上的一些規範 比如說分包的問題 還有一些分配的問題 比如說下揚木工坊 他很清楚 他就是要統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是一個企業 就像統統兵是兵儀 所以社會企業是一個企業 他就是一個企業 他就是要把企業化 那所有的勞健保的問題 所有的那個年資計算的問題 他們都必須面對 那目前的狀況 你本來講我不太清楚 基本上他們現在 似乎沒有一個正式的組織 他們現在還掛在一個協會 協會之下去運作的 所以他並沒有成立自己的一個 企業體的一個分析一樣的組織 大概還沒發展到 那我想早晚要面對這個問題 我想是這樣 那是不是這一些 這一些個案都在對抗新自由主義 對抗全球的資本 從某個角度來講 應該是說這一些個案 他在乎那個社會性 明白講 能賺錢沒有人反對 可是他在乎那個社會性 包括社會的參與 包括分配 還有一些社會的關懷 這些面向 對每一個個案本身來講 他都在乎 部落也是一樣 那個被我們覺得是社會創新的 他都在乎他的社會網絡的連結 而且社會的參與 這些部分 從政校長到其他部落 都是 其實他有好幾個案例都是 像那個加拿大農場 也是 他們對於分配的問題 其實都很大 還有自主發展的這個部分 都不一樣重要 我想要問的是 因為其實在上次的上課的時候 有講到 有講到生態文化有經濟 就是我會強調 就要大陸在地人的參與式的發展 那就是想再想再想問 就是這樣的所謂的社會創新的 主導的問數 是一定要是那個關鍵的 就是我在想當地人的參與 就是當地人的參與模式 是只參加被分派的工作 還是他們有一起納入討論 就是我在想 就是當地人的參與模式 社會創新 其實有些被強調 或者被關注的面向 不全然都一樣 如果用社會參與 也當作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這裡面有些確實不是 其實我是 對呀 舉例來講 但是我剛才講 這些人基本上都是好朋友 那我去訪談他們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很有關係 他們願意把一些事情跟我說 所以我在這邊做一些分析 我必須違背一些 也就有倫理 所以有些部分 我必須有一些好朋友 但是我可以把一些事情 帶到我的程度 像這樣的一個案例 他非常非常的成功 他把一塊地花了很多錢 差點被財團買去了 他去銀行貸款 然後把他賣回來 然後開始發展生態理流 神明博物館 非常非常成功 非常非常成功的 背後就開始有人批評了 因為確實批評也不是沒道理 你提到的社會參與在這邊 就非常弱 非常弱 因為這樣的一個運作 跟那個軟山 那個部落其實沒什麼關係 部落跟當地沒什麼猜明 然後這一位 這位關鍵人物 他也意識到這一點 所以他所有的遊客 他遊客量非常大 他必須管制 他的所有的遊客 盡量不去打擾社區 他的所有的動線 所有的全部跟社區 盡量隔開來 所以從某個角度 連社區跟他都沒關係了 因為所有的旅遊的 遊客的動線跟部落的空間 沒有任何連結 所以沒有參與 然後其實社區有一件 那為什麼你畫這個名字 然後用暖山 然後我們暖山的人 完全沒有參與感 也沒辦法參與你的決策 就這一點來講 他確實 他確實的社會參與度 社區參與度是弱的 可是我們必須說他非常非常成功 非常非常成功 因為他抓到了 我們海北小天龍谷的人 對那個遙遠的三星的那個想像 然後他所安排的所有的那些 帶有故事性的那個生靈的活動跟體驗 其實相當相當的細膩 也相當相當的到位 時間也夠 剛好剛好不長不管 所以其實操作非常的成熟 當然也培養了不少在地的 在地的一些人 變成工作夥伴 甚至於可以出來帶 帶很多活動 所以就這一點來講 他也是增加了他的工作夥伴 但是社會參與是這一點 是弱的 我想可以分享這一部分 所以我想要就是請再 就是介紹詳細一點 你是關於那個向陽的工作作法的部分 因為聽起來好像是說 他是一個外來的人 然後帶來一個新的模式進到部落裡面去 那比如說因為像剛剛老師也有提到 很強調的比如說社會性 社會參與 這類的東西 然後就覺得蠻好奇 就是像這樣一個 看起來是一個外來帶來的一個新的模式 怎麼樣 怎麼樣去發展 就是跟那個社會性去相牽 因為如果是 如果好像 我剛剛原本是在想說 如果沒有關係的話 那好像是今天我們談的這些創新的例子 他只是 剛好有一些 就是各式各樣不同的模式 他進來 然後有些可能就是因為一手而成功 就是失敗 好像沒有辦法去看出說 就是他們這些成功的例子 有沒有一些就是你支持的事情 好 呃 我 不好意思 基本上我 我今天再寫一本書啦 就把這些例子放進去 那其中哪個案例 兩個部分要提 一個就是這一個案例 他的經驗有沒有可轉移性 欸 欸欸 那我也要 別的部落看到了 我也要 那到底什麼東西可以轉過來 這樣他們的教長轉不過來啊 可是他發展的一些東西 是不是有可能可以轉移到別的部落來參考 就像司馬故事案例 別的部落可以Copy嗎 你就發覺到很難 可是不是零啊 一定有些東西可以轉過來參考 我們必須自己去重組啊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 那這個案例有沒有什麼 弱點 這樣說啊 弱點 欸 弱點 那向陽木空坊這個案例 有很大很大的弱點 到現在其實是 還有我們還沒辦法推測 是不是財務平衡以後 他這些弱點可以克服了 那你剛才提到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其實多良是學校的名稱 是車站的名稱 那個部落在上面一點點 也叫做龍 霜 就是龍灰鳳梧加三點水那個字 是個大陸 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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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誰 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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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这些人 这些人 陆若欠债在的这些人 他自己能够进工厂 找到他的价值 找到他的工作的一个尊严 了不起了 你要参与决策 参与他的整个社会企业 如何去思考 怎么去运作 我觉得大概在加五月 或许这里面有些人开始可以 可以发展出来 他变成你班 他变成某一个角色阶层 有可能 现在是不可能 所以如果就部落的参与来讲 再多量向阳护口坊 你就不许说 可是我们觉得他了不起 因为他把部落里面 本来或者躺在那边的 全部找到他活在部落的一个工作的价值跟尊严 我觉得这个算是 其实我跟你讲 很多部落都有基金会捧的钱 都有很多基金会 我们讲的台湾的资本家 好像都是鼎心集团 不是 我们真的在台中看到很多很多 非常非常 很想做 很想拿着捧的钱到部落看能够帮忙 还有一些确实是 我真的觉得还真是很有想法的人 他们很接触 他们不是来赏钱的 他们一定要找对人 找对方法 然后让对方保持一个自尊心 然后去协议他们 确实有这样的企业 可是很难 我跟你讲 我当然就不要说了 有些企业 统着钱来就是做不好 就是做不成 就是做不起来 把多良的那个案例 把那个经验转过来 还是垮掉了 所以他确实没有想像中那么容易 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觉得值得分析 是在这里 但是一样 同样的问题 如果部落的参与在这件事情上的话 还没有 还没开始 而且自主 部落自主发展 现在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们必须这样说 如果老师 我想请问一下 那个人是想出镜到部落 那如果老师刚刚讲说 那部落原本就是比较沉寂一点的话 那他们原本是以什么来以为成长 我如果没有 听错你的意思 应该这样说好了 我们讲部落好像都是 是很遥远的地方 其实也不进来 有些部落其实就在都市旁边 也有啦 有些部落还蛮发的 叫都兰嘛 都兰 哇 那现在真是 都兰真是还很热闹 他也是一个部落 是啊 所以部落全然都一样 但是如果我们 如果你的意思没错的话 一般在区位上面 或者说交通外部 比较不方便的部落 真的工作机会非常少 做刷啦 就是山上的 不然就是种田 当然是这样子啦 我们海湾这几年 发展出来的那一种 我把它称之为新农民运动 新农民运动 它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农业革命 然后带来新的农业的价值 还有在土地的一个新的香花 然后推动这样农业 新农民运动 是一批农夫 是一批新的农夫 可是这样的 我们看到的各种各种 新一部东部都有 在部落里面很少 特别少 特别少 部落里面目前还是那种 就是大概40年前 现代化农业 那一套 我们现在叫做怪奇农法 那一套东西 对啊 固定化 然后那些 基本上是这样子 那 新农与运动 这些农夫啊 建造部落里面 是非常少的 所以 如果你的问题的话 就是 他没有机会 他真的没有工作机会 你不离开就没有工作 所以你要重点 对 他会一直这样 然后 农会系统 农会系统把持 把持这样子 不太好了 但是就是这样 把持了部落的农民的 所有的产销 大概就是这样 其他的什么 李人啊 李立佛全部进屋来 他们也不会想进来 因为量太小 量太小了 因为部落他们根本不会有兴趣的 因为那个量太小 有关于其美部落的问题 因为 因为部落的年龄阶层 他一种的忍住还存在 所以 他在推动这个 事务上的时候 比较无法进行 我之前听一些部落的朋友在讲 他们 有心法人会在讲 除了年龄阶层 反而是 在推动一些部落事故 有一些阻碍 所以我比较想要听听 看 他们有心法人会在讲 其实老师就是在谈 就是在其美部落里面 就是年龄阶层到底 对他们在运作 任何新高的产生 什么样 就是有很一种影响 对这种老师 非常详细的细节 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基本上 年龄阶层本来的那种 怎么讲 工作分配吧 因为你的不同是拉拉拉拉拉拉台 拉拉拉什么的 分出来那个 他的分工或者工作的分配 是非常具体 而且是明确的 反正这一层的人 他就必须处理这件事 但是这样的一个分工吧 其实是在传统的 社会运作下的一个分工 那在现代社会 他就把他转过来了 所以当他们要做文化泛舟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一个分工模式 某一个阶层处理什么事 某一個階層處理什麼事 那就現在我們的企業經營來講 他當然會有一些狀況對不對 因為有些專業上不是 然後其實同樣一個階層 其實每個人可以差不多 那你什麼叫同一個階層做同一件事呢 或者去處理一件事呢 可是基本上這樣的一個分工 讓他們在一個人力的運用跟分配上面 可以比較直接容易去處理它 跟面對它 那當然後面可能會有一些專業上的分工 在這邊就能去面對處理它 我想這可能是後來會碰到的事嗎 不曉得 這個年輕的青年可以不可以 對 這是剛剛同學提到的問題 比較具體的情況的話 像是目前部落在推 我是青年部落的 那目前部落在推的文化泛舟 其實它時間跟暑假的記憶是衝到的 因為部落有辦普遺季跟豐年記 那普遺季跟豐年記 因為部落還維持很傳統的儀式 所以很多的採集的事情 或者是很多一次性的東西 是花很多人力去做 那加上因為人口外移跟年齡組織短少 所以人其實負擔很大 所以會變成說 可能年齡階級要去支援文化泛舟的時候 會有一些人力上的不足 所以會有衝突 可能文化泛舟需要跟年齡階級做人力的調動 但年齡階級可能沒有辦法去做 那這就是會是一種衝突 因為就是沒辦法去做的部分 那如果說可能有時候我們的一些記憶的行動 可能會因為一些 比如說文化泛舟或者是部落的一些 上上來講那個社會創新的一些事情 我們可能要去支援的時候呢 我們自己的年齡階級要做的事情也會delay到 那這部分就是應該說是衝突或者是說可能要去協調 因為年齡階級 因為部落真的很比較傳統 所以那個年齡階級的上對下的關係 從屬關係其實是在對於年輕人 其實是那個年齡的行為是真的滿有拘束力的 所以有時候可能在做社會創新的時候 是希望一下老師剛剛講的是扁平化的 就是可能大家都可以去做一個參與 但是在實際上說 因為可能這樣的一個階層還是有存在在行為模式之中 所以可能在討論的時候 還是會比較年輕的階級 可能就不會想要多做任何的 想要進入討論或者是想要提供意見 因為他們會有一個下方是說 那就交給上面的人去做抉擇 那這可能也是一個問題點之一 這樣 對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到一些東西 如果就想問老師友們 我覺得因為年齡階是 在做社會上的事情的話 還是一定會不會的話 的話就能來去做文實施 然後就一定 我們去做文實施 我們去做文實施 他也不常會有的 這樣 反正就要到的事情 還是就在6號 所以那個法制就有實施 然後 最近還是在比較少 長得那一區 然後現在可以說 是最快去文實施 所以反彈會不會年齡屆的話 你跟年齡屆是怎樣的 我在想我們只能去推測 在某一個階段把年齡階層 這樣的一階一階 然後分工 然後一種上下的那種約束力 或者那種關係 來運用在某一些事務上 確實是約就有現有的組織 所以來運作會非常的有效 協力造屋 發誰要幹嘛 誰要幹嘛 你們找某階階層去談吵 你們幹嘛 非常有效 可是當 假設我們說文化泛舟 那確實發展比想像的好 利潤比想像的高 必須有更多的人力 跟怎麼講 專業度的時候 年齡階層的運作顯然就 就開始覺得他不是那麼好 去運作他的 所以我這樣推測 說不定會變成一個 其他的形式會發展出來 所以可能他必須進到 我們叫做下一個階段 下一個階段 可能把年齡階層 維持在某一些社區 官用性事務上的一個運作 用年齡階層 可是當他變成一個企業 國防範中早晚要走系列化模式 他這個時候 他就必須用其他的組織 有時候他變成一個合作組織 或是其他的方式 甚至登記神 一個公司 這樣的方式來運作他的 但是這樣的一個運作 跟部落原來的參與 或者他的一個 怎麼講 決策的參與 或者是議論的分享 然後回饋 怎麼去安排他 就必須面對一個很大的挑戰了 我想這件事 當你做成了以後 你就必須面對下一個 必須重新去處理的事情 現在還沒有 因為第一年算是 哇太興奮了 原來這麼叫做 可是我想再跑兩年 必須面對這件事 那我的推測 連接成會把它 放在一個公共性事務上面的運用 至於那個非常專業的 企業化組織 沒辦法轉過來用 這是我的想法 但是還是必須部落自己來 包括部落的青年 自己來面對這個問題 如果轉不好的話 他就會出狀況 他就會出狀況 確實會 我們看到很多很多 部落發展的意思 就是卡在很多很多 利益的問題上面 他還是必須面對的事 連那個 連那個解釋權吧 都可以出狀況 五樓也發生這個事 是嗎 五樓啊 兩家同母 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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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樓 登記 在哪一家 就卡在那邊 分成了 好 不好意思 我想要提個問題 就是 因為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就是現在有非常多的部落 其實都在想要找各種的出路 去讓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那可是其實 我自己觀察到很多 可能失敗的例子 都是因為他們 沒有辦法找到一個好的 產銷的管道 或是他們不知道 怎麼把自己投入出去 讓大家看到 那就是老師 你涉獵到這麼多的例子裡面 就是對於比如說產銷管道 或者是這些 怎麼樣推銷自己 是有沒有什麼樣的 就是 一些觀察或是行動 部落的產業 我們如果用農業來說的話 目前的產銷是靠 文匯系統 其實是蠻可憐的 蠻可憐的 真的是 這是被剝削吧 完全沒有 一家的任何機會 然後我們看到其實 八十九 他們發展的那個鳳梅 玉米 這次生意還真不錯 真不錯的生意 我想這可能是 台灣這幾年發展出來的 另外一套模式 他也不進那個 大的有機的這些 鯉人這些的系統裡面 因為他們對他沒興趣 然後他們就是靠其他的方式 那這些方式基本上 基本上其實政校長希望是 這個部落生產的東西 全部在台東賣光 他希望全部在台東就賣光了 可是其實賣的 買的人啊 台東以外的人更多啦 台東以外的人更多啦 所以就這個案例來講 沒有銷的問題耶 只有產能不足的問題 只有產能不足 那個小米工坊啊 那個代名球牧師啊 他們也面對這個問題非常嚴重 他們場面不夠 他們需求太高了 他們沒想到發展得這麼快 所以他們那個小米啊 忽然爆紅你知道嗎 所以到處都要小米啊 然後小米的那個各種的 什麼講 附加的那種商品 越來越多 所以他們不夠 所以他們確實 現在大部分的 小米工坊的小米啊 特別是那個包裝的那個小米啊 其實很多不是他們 部落裡面自己生產的 而是周邊 他們一開始跟周邊合作了 所以變成這樣的一個發展模式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一直說 我們一直說 產銷產銷 銷有問題 銷有問題 這其實是在農務系統的概念之下 它銷有問題的 其實現在其實 資訊沒有問題的 宅配的網路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其實只要你自己找到 你自己的消費者 它就不會有問題 那那個加拿納農場也是啊 加拿納農場他們發展一個 叫做產地概訪 他們的消費者都會邀請他們來 然後跟農夫一起一起 他們跟農園一起吃飯 甚至也就住在林樹里 然後一兩天順便來玩一玩 然後建立一個信任關係 那個花蓮好市集啊 他完全沒有銷的問題 完全沒有 他進來花蓮好市集的這些農夫啊 都是明星農夫啊 超能夠說他東西的優點的 所以他們完全沒有銷售的問題 他們要發展一種 叫做社群認證 社群認證 他不要走那個 政府的有機認證 政府的有機認證還要花五六萬 對不對 他們講社群認證 反正我花蓮好市集的東西 就是品牌保證 我絕對挑我的花蓮好市集的 一些農場 然後出去的東西沒問題 所以其實未來的銷售 這種小眾啊 我覺得他會變成一個很好的一個管道 他對部落的農業發展來講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如果同學還在想問題的時候 我就很遠不斷 斜著問一下 因為比方或是代名秀牧師 或者花錫高震漢文校長 他們本人就是品牌 那爛的話應該就整個部落是品牌 所以當他們賣至少以剛剛 夏老師說了小米工坊這邊的情況 他的產量不足 他開始需要 他等於跟周邊的社區要合作 賣別人的東西 所以這邊他賣的是品牌 而不是產品 所以我很想知道 那他跟林靜的提供他產品的這些部落 他們有任何生產上的 除了買進來他們的量 由他們來供給之外 他們有任何生產上的合作嗎 就是說不管是生產知識啊 有什麼相關的合作 還是純粹是讓他們來用搭爛等牌 小米工坊其實他發展的時間 你想像很短 所以忽然做出來了 所以就供不應求 所以他們就必須面對這個問題 所以就開始跟周邊 然後我想有幾個原則 還滿重要的 第一個基本上 他們就找台灣族的 自己族的 或者是阿美族的 其實在西向南 他們族的這個人口數也不少 第一個就是 第二個 他其實跟他們是有契約關係的 是有合約關係的 這合約關係保證彼此 你就交多少給我 我用多少錢給你 第三個 其實他們有一個協力 就是說 不是你種小米給我就好 我必須要要求你 或者我會幫助你協力 照這種方式來生產 我覺得你的東西我不要 我不見得要 因為我不要你生殺草雞 我不要你怎樣 我不要你怎樣 你必須遵守 我說你的東西我不見得要 雖然供不應求我也不會要 我想這個是他們的一個 所謂的關係 那現在就是說 他必須還有一個回饋機制 回饋機制 這個部分其實還沒有發展好 其實有意識到了 當他們的一個 怎麼講 一個利潤到了某個程度的時候 他必須的回饋機制 這個部分其實還沒有發展出來 所以我想問 我想問 我想問 因為 就是 老師講說 其實 他有怎樣 教授方面 有問題 那他賣機制 是一個名牌的過程 那 我記得 就是 因為我們是跟他有一個挑戰 那他跟我提到的時候 他是希望 你不要再 以傳統的 就是現在他的方式 因為他是 很多認識的人 會跟 巴西巴蘭鳳 買鳳梨 那他希望能走出一個 就是 不要再依靠 情感 還有 單純的情感 因為 情感是會小腿的 這一兩年 大家都會積極的買鳳梨 但是 隨著時間過去 每年買一次鳳梨的時間是 間隔很久 大家可能情感 常會有小腿 那這個連結跟品牌 就會慢慢的消失 所以 不知道老師怎麼看這樣 銷售量的問題 我覺得可能是階段 一開始 靠關係 靠情感 靠我 我知道 我聽說 我了解 担公司 政校長 東西OK的 所以我就 我介紹給朋友 我想 可能這是一個階段 那再來 其實 比較 怎麼講 比較正常的運作 是因為拿掉這些以後 他本身的產品 他本身的產品 有他的市場的位置跟競爭力 我想這個是他們可以持續去發展 沒有正校長的電話 沒有正校長的介紹 沒有正校長的掛包錢 他的東西一定消得出去 因為他的東西夠好 夠好 那明白講 這是實在化 吃了以後 別的鳳梨 真的是有價格 確實有差 真的是好 真的是這樣 所以我相信 你剛才提到沒有錯 正校長太遺失照 太遺失照 將來他就不去靠他農產品的 產品本身 在市場上面去 去爭執 我想這個是第二階段要發展的 那目前看起來 我覺得應該OK 就這一點來講 是應該OK 其實沒有正校長 那些消費者 還是很樂意 把他介紹給自己的朋友 我相信因為他的品質 怎麼講 產品的品質 是夠好的 嗯 因為我個人所屬 部落 經濟人的模式 是主要 因為我們在 部落在花蓮市旁邊 所以部落那部分的人 都是以 就是 能到花蓮市做工 或是 從事共產 都是以農 貨民為主 那對於這樣的 就是 跟所謂的 環境的關係比較 的連結比較少 的部落化 就沒有 社會創新的影響 我相信 就是因為工錢的 這些都是 有關跟土地 就是有關 對 有關 跟土地資源 有關的一些 社會創新 或的模式 可是我在想 因為像我們部落的 現在的 呃 支撐我們部落的 經濟或生活的模式 都不是依靠土地 而是依靠城 旁邊的城市 去那邊做工 或是去那邊當商人 就是一些工家機關 或企業工作 那在這樣的部落的 一個 模式下面 那 目前有沒有 這樣 這種類型 部落的 社會創新 可以做 呃 呃 台東也有 馬蘭 呃 花蕾吉安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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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它變成 我們講都市原住民 變成都市的一部分 呃 呃 呃 在空間上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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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就有有空間上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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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result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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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法 發展法 一個部落的認同感 部落的意識或者部落一起來發展什麼 我覺得目前確實是沒有 目前確實是沒有這樣的一個 帶社會創新意義的例子去發展它 那麼台東花蓮就是這樣的狀況 其實比較少的 像我們成功正常其實也沒有 那我們看到的都市原住民 是另外一種 在台北 山峽 花東青春 西州部落 那種好像都是邊緣的那種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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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狀況 所以其實跟我們現在要提的案例不太一樣 所以這樣的一個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部落的社會情境 要找到的是一個部落的一個新的認同感 跟集結方式 不見得是要在部落的產業上面尋找自己的出入 因為它基本上跟所有的都市的發展 基本上是已經交結在一起 它很難被單獨切出來了 但是那種身分的認同感 還有一種緊急的方式是可以去思考的 我覺得剛剛大家問的問題 其實讓我們把這個方向稍微帶開一點 因為剛剛舉的這些例子 聽起來都需要一個經濟動力 可是如果說像你們家那邊 沒有這樣的一個經濟需求 因為它在外面的經濟系統 可以找到一個還可以的位置 那它的 它不需要有這樣子的一種 它的創新不需要表現在 不是從經濟而來的 可是應該也有別的地方 我會覺得有一個表現 像剛剛就連到都市原住民的ED的時候 其實教會會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包括旅北的在台北、雙北這個地方 也不能說旅北 因為它可能是第二代 是在台北生長的 那教會也採了 以阿美族來講會採用年齡組織 那另外像都蘭 都蘭雖然是一個部落 它還是名義上會用這個部落 可是它裡面的漢人也超過阿美族 那可是他們會在 都蘭我會說現在應該號稱國際都蘭 它是一個非常特別發展 它的部位 部落仍然在 可是它非常知道怎麼樣 跟更大的脈絡建立 對它不至於傷害政策是有利的關係 所以它在組織上面 它的年齡組織一定有放寬的解釋 可是它還有這個主導權 我覺得雖然沒有這麼清楚的一個整理 可是我相信可以隱隱約有那個意思 它是一個最少我相信它已經做到組織上 不過對於都蘭的想像 是一個絕對不同於上一代的一個情況 不過所以這個角度是可以往這邊想 經濟之外 因為經濟假如是要生存 生存之外要怎麼樣更好 或者文化產生的方向 我相信也可以從這邊來想 我們都蘭確實是可以回憶你剛才那個 都蘭本身的發展 不見得是部落自己要去發展什麼 自己的部落產業 完全沒這個想法 不需要 都蘭的遊客夠多了 各式各樣的 然後怎麼講 可是都蘭有自己的辦法 去維持自己的部落的意識跟認同感 還有自己的一個怎麼講 都蘭部落發展的一些節奏法 然後也不會跟周邊的漢人 或其他的現在一堆新移民知道 新移民把那個都蘭的 行李坦炒得還滿熱的 好了 都不會起衝突 我會覺得他確實是一種很 很親手的一種怎麼講 拿捏啊 所以我覺得他們用這種方式來維持 都蘭部落的一種整體的認同 確實是滿值得去留情的 對呀 我想要問一下剛剛想講這個點子 他是說 跟有很多漂流木在那邊 是因為莫拉克的關係嗎 那我想要問的是 他在後來塑造他的形象跟品牌的時候 因為他是用社會企業的模式去經營的 他有刻意主打就是莫拉克用這個去 嗯 因為我自己認識的部落或是一些品牌 或是他們在做 在莫拉克之後要做重建的時候 常常會用宅產去吸引人 但是其實我並沒有很認同這個方式 所以我想要問一下向陽的案例裡面 有沒有這樣的狀況 八八風災大概台東吧 以南啊 哇 到處都是漂流木啦 那個富甘港啊 塞到齁 整個港口塞到齁 你那個時候 要跳水自殺都跳不下去啊 對啊 就是要塞滿了 所以喔 漂流木到處都是 然後因為八八風災很多的政府的資源 還有善款進來了對不對 那確實你很好的一個問題 我們可以用兩個部落來做 對比喔 一個叫嘉蘭 就是那個監工巷 太陽你提前那個嘉蘭 欸 基本上他主打 就是主打 災後重建 他確實也花了很多的兼費跟人力 還有非常多的慈善機構 進場協力 什麼中期污染 很久污染 可是這個多良 他基本上不強調這個 他甚至於你到現場 或者聽他的故事 這個就帶過而已 他不把這個當作 他一個很重要的訴求點 但是這是他的開始沒有錯 所以我覺得啦 向陽 多良的這個木工坊 他基本上意識到 他們不是一個要博取 同情 救濟 這樣的一種訴求 來發展自己的 可是我覺得那個嘉蘭沒有走出來 他沒有走出來 他就是以這個為他的核心 我們是一個災君 我們重建 我們需要大家幫忙 我們需要自己站起來 一路說到現在 還是那個災區送爛的那個形象 給外面的人看到 那我會覺得 你來講 發展很不理想 而且是相當不理想 問題在於這個太多 不曉得怎麼辦 可是跟那個多良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你那個問題 其實可以拿來做對比的話 還滿清楚的 如果鎖住 這個災區重建 他會走不出來 有一個問題 請問一下 謝謝 謝謝 老師 老師就是剛剛有提到說 就是 可能失敗的例子 然後就是 剛剛有提到說 可能就是 別方講說 一個地方成功 那其他地方想要套用 就是成功的地方 不是 但是並沒有成功 那我剛才自己也會在想說 這是不是說 可能 就是 成功的案例裡面 都還是需要說 有一些在地的因素 去配合 才有辦法去 去遵照什麼的成功案例 但是 想問老師是說 怎麼樣就是 就是從部落裡面 自己就是找到 這些有利於發展的特因素 而不是說 一直去耗用別人的模式去發展 但是怎麼樣 就是比方講 這些成功案例 是怎麼樣觀察到 自己部落裡面 有一些可以做為 就是創新的因素 我用兩個方式來回應 一個就是 確實沒有錯 一些成功的案例 別人很難拿去用 好像是吧 故事就是 這也可以回應 教會 在每個部落發生的助力 都不一樣 有的沒有教會 任何部落轉不下去 有的是因為有的教會 部落轉得不好 哎呀 不好意思 我去解釋 就是這樣子 所以 我們確實把每一個 找來的因素 我們都想辦法 來分析究竟什麼 什麼 它的哪一個部分 它的哪一些經驗 別人可以拿去用 我必須先說 我們必須先說 一定有 所以這個案例才值得分析 如果這個案例就指於這個案例 別人無法參考的話 那就是 它不零零的東西 可是我們相信 一定有一些東西 可以被別人參考的 可是我們也絕對相信 如果你把整個 Copy下去一定死 因為不是這樣 Copy過去了 絕對做不好 絕對做不好 我想是這樣 那這個是一個回應 第二個就是說 那這每一個部落 怎麼去找到 它的特殊的方法 去發展的呢 有時候還真是摸出來的 摸出來的 你問他 他就是亂摸摸出來的 那個五味烏啊 他就有一天摸到那個二手的東西 結果引起 哇 不可思議的迴響 這個迴響倒不是帶給他 他賣掉多少東西 賺了多少東西 而是帶進來非常多的社會關懷 還有對這樣一種二手 二手 二手市集的一種認同感 所以帶來很多很多社會的資源 這沒想到的事 完全沒想到的事 所以呢 你有時候沒想到的一些狀況 他會認識摸出來的 所以我們今天回過頭來 可以去想說 原來他這個加這個加這個 三個加起來他就跑出來了 可是他自己 搞不好摸了五六年 搞不好還加了五六個下去 後來兩三個都加不起來了 放棄掉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確實是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一些說這種東西沒有標準答案 也不要標準答案 那就自己摸吧 摸到什麼 我們講有些確實是運氣 他確實在那個時間點 就是他抓到那個運氣 他就沒有倒掉了 然後抓到一個裡面 讓他撐住的東西 他就走下去了 對呀 我發現滿有意思的 因為剛剛同學的問法 跟夏老師的回應 我突然覺得很像在管理學院 因為講他是一些 一些個案研究的這種情況 那管理學院一定會認為 這邊是有脈絡可馴嗎 那所以也許分析社會企業 或者說分析這樣子形式的一些安排 可能是有一些不同的概念可以運用 而當然跟管理學院的那種 比方他的回收 評估他的效應 應該是有不同的一套辦法 因為夏老師剛剛講的就是個案 如果天留在個案 這個東西是真的他就是孤寶 那對別人的意義是很少 我們做研究的 管理學院大概都還沒進場 沒有人對這些案例 做管理學上各種方面的分析 大概沒有 但是我相信這每一個 這每一個 每一個 每一個案例可以走到現在 他在管理上面 絕對是重要的 人絕對化掉 可是或許他自己沒有想到 管理學上面的什麼概念 不是他在用的 我想是 可是像這一位 他有好市集 大王菜也不准 他算的是精準的 每一筆每一筆上 他抓得非常好 他要獲利多少 他要給農民多少 什麼是他要多少工作人員 他真的是一個非常到位的 企業公司 這樣說好 對呀 只是他在這個過程裡 他同步散佈一些社會價值 對於對食材的一些社會價值 我想這是他們 他們 這法變成他賣的東西了 變成這樣子 對呀 有沒有管院的同學 有沒有管院的同學公協在什麼 相關的意見 同學有沒有其他問題 蝦老師不知道你的研究方案 我自己的最後一個問題 蝦老師的研究方案裡面 會不會有機會碰到這些 這些企業他們談 他們的利潤是多少 就是他們認為合理的利潤 或者說水一兩瓶之外 他希望要維持長久 他要多少的利潤 其實有一些涉及到跟利潤有關的 我們都會試著去想瞭解 那幾個狀況是這樣 有一些明白講 自己的賬不是那麼清楚 他明白講沒辦法說得很清楚 還是有這種案例出現在這裡 有一些非常清楚 那具他的跟我的一種 怎麼講信任感 他會跟我講 然後就只跟我說 不要再跟別人說了 那我一定保留 一定保留 像這一位 他每天記帳 非常清楚 他真是一流的管理 否則我跟你講 靠那幾塊錢 他能夠活得這麼好 真是不容易 這確實是台灣少見的 叫做科技農夫 他完全用秀明農法來生產 我們必須確認這樣的一種 這樣的一種小農生活 他可以活得下去嗎 他就活下去 他靠他精準的管理 沒有錯 所以好幾種狀況 所以如果你說要能夠 登出他的那個賬目表的話 我會覺得有困難 對大部分的他你有困難 我還好奇的說 他們有清楚的賬的這些企業 他們一想的定位 應該是反應的多數 我倒是沒有確實問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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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許等他們發展比較成熟的時候 可以去問這一個 對 對 對 因為我們知道賺錢好像沒有止境 可是可能不同的人 因為他們這帶來 其實是一種新的人的關係 所以我會非常好奇 他們這個人的關係是一種商品 還是說他們人的關係 是他們主要追求的 然後他們只要一個合理 可以活下去的利潤就滿意 就是所謂的合理的利潤到底是多少 我問非常好奇 我不知道 老師會答 這是誰 如果這樣說好了 在花東我們挑的案例 基本上 大致上都不是以追求 最大利潤為目標的 我想應該是這樣 他也有追求最大利潤的案例 也非常成功的 可是我們不會挑他 他也有創新喔 不好意思喔 台東產值最高的 利潤最高的行業是怎麼知道嗎 下行 利潤非常高 可以左右台東的政壇 老業 老業 老業的利潤非常高啊 非常非常高的利潤啊 老業啊 對啊 可是我們不會挑這種案例 這種案例我們也沒辦法進去 我們進不去 你很難去訪問到他 他不會告訴你 就是你在台東看到招飛網 對對對對 那是台東產值最高的一種產業 你幾乎兩百多 不一定 每年不太一樣 但是超不你想像的利潤 對啊 那我們就在這一邊 我們這個 夏老師的演講跟問答 我們在這邊結束 那我們在此謝謝夏老師 謝謝 謝謝大家